非常非常強 跟國外很多比起來 我們已經強到 有點會嚇到 豬肉的味道也好 雞肉 生農特產 水果 稻米都一樣 當然有時候就是賣的時候 比較沒有再 再升級上去 就是包裝再把它裝一些些 包括店面再裝飾一下 那個價錢就可以再往上跳 這不是下情報 這樣跳的問題 滿到再去往上跳 質感就會增加 消費者你就會覺得物超所值 對 挺增加 這個是五花肉對不對 這是五花肉 你看 這 下面那一節 這隻黑毛豬就這麼厚 它的油脂真的很多 難怪你說會滲到下面去 因為它已經厚到一個程度 它的油花很多 但是瘦肉很少 像這個就是 這就比較 比較瘦的部分 它裡面就有好幾層 1 2 3 4 連肥油就7層了 這養了15個月以上 它的肉質就是熟成度越好 熟成度越好 它就越會剝離 這樣就分開 就會分開來 對 越會分開 它的層次會更多 因為看到這種物都頂不住 對 真的 就覺得它真的非常好吃 對 而且它最主要是 一般的白豬的豬油是 白色固體對不對 對 我們的黑豬的豬油是 黃色液體 為什麼 對 這代表著什麼 白色固體就是 飽和 飽和脂肪酸 黃色你就跟橄欖油 就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它的不飽和脂肪酸 高達70.5% 這麼高 跟橄欖油差不多 好色的 還炒菜 炒菜好香喔 是3 對 3 它油花也是很漂亮 很漂亮 對 自己看就不會柴 對啊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油花 而且你也等於是 去了國外之後 開始取一些部位 就跟著國外的方式去取了 就是到後來進階 要跟一些米其林餐廳合作的時候 妳有提供米其林餐廳嗎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米其林餐廳用我們家豬肉 好餓 妳又想的是錢吧 我真的是餓 餓嗎 不是那些米其林餐廳的那種豬肉 都非常好吃 對 就是那種油花分布非常均勻 然後不會柴 待會兒我們要烤肉 要烤肉 要烤盡一塊 對 這塊不要了 老實在好 就直接帶走就好了 對 這就帶走 直接帶走 這塊慢烤 這塊又不得了 對啊 棉花也自我對的非常好 觸感怎麼樣 觸感怎麼樣 我只能說它的刀真的非常利 輕輕而已 妳要不要切切看 我不會切豬肉 輕輕化就好了 粗的力量就好了 對啊 輕輕化就斷了 因為刀它刀真的很 你看 我可以說這個 這個妳要是 好漂亮喔 這個妳要是 稍微有那種冷藏切片子 你知道嗎 下不下不 對 那樣子算一下 那個油花就融出來了 有 妳看 對啊 就它的肌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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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肌 這個我想 我稍微小小的冰藏 導演 這一段我們要錄多久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 都不用來吃吃看 我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煮了 那就出發了 好 等一下 好 走 全部帶走 沒有 戰斧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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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再一次 真的 那怎麼好意思 那怎麼好意思 不會 我剛剛進來問冰箱 那裡也有很多肉 對 那個也是要 那時候拿來烤的 真的 真的 我們家什麼都沒有吃 其實有肉了 又是一個下沾的 又是一個下沾的 話說剛剛在廚房看到 這六堆豬的有花和肉質 讓老山我是敬為天人 口水直流 再加上老闆豪氣地說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這豬肉最多 好一個豬肉最多 咱們今天晚上有口服了 所以今天你會 烤這個五花肉給我們吃 會 這五花肉它這個厚度很高 老闆有正好 外面嬌嬌的 它開始水分 然後就是這樣 我剛剛用了他們的豬肝 很特別 很多的豬肝怕的時候 吃的時候太粉 對 然後吃到它的腥味太重 對 它完全不會 這個原因是因為 飼料還是養的時間 第一個養的時間 豬肝裡面的油脂都 第二個是品種問題 來吧 妳來 OK 就現在烤 政府嗎 對不對 一起烤沒關係 一起烤 對 它這邊烤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邊就來加點東西 好 奶油放進來 放到豬肝裡 OK 一整條 半條 好 蘸蘸油 好吃耶 好香哦 它那個油脂是 除了奶油的香氣之外 我覺得豬肝的那個油脂香 會很重 對不對 隨便 對啊 如果說你有迷迭香 你有什麼東西就... 有 有嗎 有 就... 自己採啊 麻木槽 對啊 好香哦 它這個又不一樣 加了米蝶香不一樣 跟想像中那個豬肝醬是 完全不一樣的耶 對不對 它是它的甜就那麼多 你這樣進到裡面去 它是米蝶香的香味又沒有 淡淡的 對 米蝶香跟豬肉又很搭 對 這個就幾乎可以吃到 差不多了 這樣打 加上這個特調醬 來 來 香 它會讓整個豬肉的香氣 變得更濃耶 口感非常地有層次 因為是很豪邁 所以變有點高壓 對 然後因為你嘴巴裡面 還會有豬肝的香味 然後非常的細緻 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真的沒有豬的那種腥味 對 它是豬的香氣 然後油脂是不會膩透的 好好吃 脆 好好吃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醬 這個是待會兒要沾的 首先橄欖油進來 然後 咖哩粉 辣椒粉 橄欖粉 橄黃粉 橄色 這個是很多在印尼那邊 常常會有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黑胡椒鹽 白胡椒粉 這就是一個香料油 直接抹上去 對 因為我剛剛已經 要去烤之前 我已經有抹鹽了 這些雖然是加進來 但其實是不會搶出的味道 因為首先 我們的戰斧是很厚 它裡面的原式原味都還是在 對 好 再把它拿進去烤 就到了用餐時間 現在是冷掉的 看起來 冷掉也好吃 對 還不會因為冷掉膩的 對 冷掉的油脂也歸膩 對 好好吃 冷掉的明蝶香香氣更夠 但就算冷掉它的 豬肝也沒有任何腥味 戰斧好了 我們就來吃戰斧吧 切起來感覺很厚的 感覺是什麼 爽快 因為它在切的時候 那個油脂這樣晃動 看起來好舒服 短短的 對 短短的 好漂亮 這是紫蘇葉 對 油脂是迷人沒有錯 但是我們今天吃的量多 我們稍微做一些變化的 對 這就是 芝麻糕 來 然後來一點胡椒 這樣就非常好吃 很濃 肉質又不一樣 因為加一點油醋 它會帶一點酸度 對 但你剛剛那個醬料 其實完全不會蓋過豬肉的膳味 不會 就剛剛調的那些醬 然後那些醬放下去 多一點類似 像雷煙燻的感覺 對 對不對 里肌會比較有搖感 但是慢慢嚼會有它的層次的味道出來 而且加了這個 我們寶寶米糕的味道 里肌不一樣 因為里肌瘦肉比較多 對 所以那個豬肉的香氣是更濃的 紫蘇的味道也不錯 對啊 加紫蘇意外的好香喔 那個味道 然後這個芝麻糕就在下面 對 那豬甘醬的味道有皮啊 不是 真的會生氣 奇怪了 我明明就很 脾氣很厚 什麼時候 他們打人啦 有 加過更香耶 是不是 芝麻糕進來的時候味道有皮 對 慢慢嚼慢慢嚼 它那個香氣就特別好 嗯 然後紫蘇加芝麻糕 然後再加豬甘醬這樣 有油醋的酸酸甜甜 對 豬肉的鮮味啦 豬甘醬的香味 全部都很濃 醋的解膩 然後紫蘇的特殊的味道 香氣 就可以呈現了 好不好 可以喔 嗯 讚 幸好來的 沒讓大哥希望 真的喔 不然下次要來採訪才不到了 我們欸 我們不是說來台灣會帥 我們在採訪完 下次有人要來採訪 我們家說來 對 但也不見得說別人會覺得我們厲害 對 也是 對 可是我們也是盡力 沒錯 對不對 目前為止來這樣採訪 我們應該算做得還可以 最厲害的 對 最厲害 好 而且味道也好 更把我們六堆黑豬更加體驗 是你們東西好 對 我們這只是表面 好保隆好而已 對不對 但還要加上果然旁邊敲邊鼻鼓 嘿嘿 這樣子 沒有 重點也是你全力好對不對 你算 發什麼事情了 雖然年紀漸長 但廚藝都沒有減少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速度料理 齁齁 吃飯囉